歡迎我們的教主本身老師 姚淳要登場 祝你幸福 心靈成長的一本身老師 看完本局不敢舉世 還沒有被人家看得那麼透徹 王娃 我覺得你有一場戲 好像也差不多全裸 在泡澡他幫你排毒擦澡那一場是全裸 我本身是沒有洗過泰國浴 但因為這部戲有了這些經驗 還不謝謝教主 謝謝教主 感覺如何教主幫你這樣擦澡 跟純藥合作感覺如何 我覺得我們滿情色和名的 情色和名 對 情色和名 你應該不錯吧 Q言吧 沒有沒有沒有 情色和名 事後想起來非常害羞 我都是事後回想才覺得 當時是姚淳要在幫我擦澡 對 他是有兩座金鐘獎的人幫我擦澡 還是講話 對 但我覺得他幫你擦澡好像沒有很舒服 因為他走覺時候 他沒有整套啊 對 因為他走覺之後你還自己DI我 對 他就是弄一半 你所有人都不會想要半套 對 你按摩會是想按腳 不會嘛 你想全身有氧嘛 對不對 下次可以全套 下次要搶 我跟您的表情打幾分 我打100分 掌聲來爆一下 來爆一下 來爆一下 後面一半 其實你剛剛說的那場擦澡確實是一個高潮 擦 是擦澡 我說擦 OK 對 我不是說擦嗎 沒有 現在是 我說擦澡 很尷尬 擦澡 確實是一個小高潮 但是我們後面還有很多更親密的接觸 很多人 確實是沒有被別人擦過澡 大概 我幻想大概會是六七十歲那時候 對 沒想到這麼提早就經歷了 嗯 就是 對 對 有些預期 對對對 以後我也會挑一個就是 這樣類似的 療養院 可以 變療養 神秘 我沒有想那麼多 但回想起來變很害羞 是回想的時候 因為 就像余萍說的那個場景 真的說到 我們完全不會覺得我們在拍棋了 就是真的進到他的一個秘密基地 然後那個秘密基地是在一個荒山野嶺裡面 一個廢棄小屋 我沒想到他們能把它搭到如此的 好像有很多的園丁在照料 或甚至他畫大筆的影子在那個屋子裡面 因為甚至有一個開山石我想搬回家 因為那個獅子裡面 放出金色的光芒 然後我覺得哇這個如果是開運時 因為我喜歡風水 有 有清場 然後但是我很感謝導演 他是 因為導演跟我都是男生 所以知道男生的進程大概是怎麼樣 所以就會從呼吸急促啊 然後到最後 就是你看到一些七彩的雲霞的時候 的那種反應是什麼這樣子 嗯 然後在那一刻我們 我很感謝就是導演陪著我走那一段 是不是 我覺得他也有所 報仇 就是有所就是 顧忌到我 因為演員還是彼此很尊重的 所以他還是會 看似是那個位置 但是又滑到旁邊這樣 然後我想說 嗯其實好像可以 有 對但是真的會害羞啊 真的 因為真的插澡這件事情 不是一般人能體會 嗯 對對對 所以謝謝你教我 我是後來聽的很害羞 往後可能幫爸爸插澡的時候 我會想到你 我會想到你 爸